像媒體啊網民啊 會滲入小眾的一些性格動 人家就關起人來 他們自己做他們的事情 可是有些人就是拼死拼活 想辦法滲入進去 然後出來以後可以寫醜話 這些報導 侵害個人的這個自主和自由 然後呢 這個消息一出來以後 整個社會嘩然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保守言論 立刻把它建構成一個社會危機時刻 所以在媒體上常常看到說 我們的社會生病了嘛 非常強大的語言開始出現 掀起群眾的焦慮和恐懼 形成所謂的性恐慌 而且這個性恐慌 隨著每一個轟動的事件 隔不一陣子就來一個轟動的事件 跟某一種很少見的性的活動 登上媒體有關 一波一波一波的震盪 形成各種 你知道這些震盪 對我來講 我是覺得對人民的情感狀態是有影響的 因為大家開始越來越覺得說 是啊是啊 事情變了 糟糕了 今天發這個事兒 下禮拜這個事兒 最後一個人的事兒 進入一種緊張的狀態 認為 這個世界一定是有很多 奇奇怪的事情在發生的 這個世界變了 這世界糟糕了 這種危機性 這種危機性當中 當一個事件發生 然後在媒體上出現的時候 人們的回應開始趨向強大的相同性 比較不會有太不一樣的想法 所以在這樣的性恐慌當中 公民行動如何成形 是因為大家都有同樣的表現 看到說怎麼可以死瘋不可掌 大家都開始有同樣的一個意見 就變成全民共識 全民共識那就立法吧 那就抓吧 性恐慌裡面奏起喧囂的這種群眾情感 塑成了強大的同化效應 所有的公民都必須在情感上面表達 統一譴責立場 只有這一個立場 你不可能說 這其中應該還有別種意義吧 你怎麼可以講這種話 這樣的事情 你還能讓我起到發生的嗎 意義的聲音失去了它的空間 和它的正當性 社會的危機感 使得積極的檢警的行動 公聽立法 政策實施 成為正當而必要的回應方式 性恐慌的時刻 因此我認為是公民政治一種鬥爭形式 鬥爭的結果決定了 哪些性態可以被接受 被視為有價值 繼續存在 而哪一些性態 哪一些sex要被消滅 哪一些性態要被質疑 要被管處 哪一些性態繼續被排斥被消滅 公民情感的這種感染性 趨同性 遇見一件損動的事情以後 媒體所引導的 某種情感回應的狀態 它是有感染性的 當大部分的人都在講說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的時候 就算你有不同意見 你也不敢講 因為你講了 你就跟他進入同樣的污名狀態 你就變成了可疑的人 所以這個公民情感的這種感染性和趨同性 成為非常重要的當代治理操作 也就是法律上的一般人的感受 你有特殊感受不算數 一般人大部分就這樣 大部分這樣就是共識 共識那就應該用法律來處置 公民的個體在這樣子的一個聳動的氛圍當中 他閱讀到了各種表態和參與的邀請 一件事情非常洪洞 整個關係事件出來了以後 大家都在談 你也沒表態 你也沒說說話 你都不講話 人家覺得 你怎麼不譴責啊 難道你這件事情有不同意見嗎 公民的個體 在這樣的工作當中 閱讀到了一個表態和參與的邀請 而且表態參與中 也感受到我道德正確的興奮 和大家一起 好嗎 情感上的共振 大家都感覺到 是是是 一起起來講同樣的話 隨即被詮釋成為 社會共識 保守團體 積極代言說 這是民眾的期望 你看社會共識啊 在臉 我們臺灣是有臉書的 臉書上面大家按讚 過了幾天就有二十幾萬 民眾期望 強力的就去訴求說 政府趕快來做點事情吧 於是政府就回應民情 採取一些具體的措施去保護 那些據說道德情感很容易受傷的 很驕貴的女性 最終的結果呢 黃標的民意越來越主導 司法 立法 執法 性的法治化 成為社會的優先舉措 就是跟性相關的事情 我們趕快立法 各種各樣的法律出現出出台 然後來管制性的行為 性的言論 性的傳播 情感的公民轉為行動的公民 造成了無數粗糙 而且後患無窮的驚恐立法 就是在群眾從驚恐之下 法律突然被修了 法律突然被設置了 有很多跟原來的法律有衝撞的 或者別床駕屋的通通不管 我們先完成這樣一個 別忘了這也是在一個很強的 對於民主渴求的氛圍當中 大家就覺得人民要做主導 我們公民要來決定事情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驚恐立法會很快的過 所以要滿足群眾的要求 那這裡面盛行的一個說的 基本的原則其實是保護主義 公民這種很脆弱的很尊貴的情感 尊貴的情感 是因為他不能再看這些刺激的東西 他不能再看到有暴力的場面 他不能再看到任何不文明的舉止 形成他的情感的某種脆弱的一個狀態 尊貴的狀態 這我在去年的幕後有講 你們有分就上去看看 這種脆弱尊貴的情感 使得保護主義心態盛行 在當代保護主義的進行的方式 就是先發制人 我先去找問題的所在 我還不等問題發生 我就先抓 先發制人的行動 而且上綱上線去發掘可能的風險 風險不是危險 危險是真正具體的危險 風險是說可能 因此個人的行為 或者偶發的事件 或者玩笑細耍 現在我們要趕快去檢驗一下 這裡面是有包含其他含義 然後這邊有個男生和小學的 或者男生女生在打架 而且裡面是不是有男生在欺負女生 或者男生在性騷擾女生 固定的腳本 固定的巨馬去理解 這樣子的活動 以至於像在台灣的話 有很多地方 地方的理由是說 我們要保護而上 然後下面執行的時候說 在校園裡面有什麼XX之餘的 我們都要把它通報 之餘是什麼意思 它還沒做任何事啊 只是我覺得它可能 那這個我覺得就很可怕 因為剛才我已經講過 公民情感的形成了這一段 那我覺得這個小女孩 有可能在做什麼形式 這個有XX之餘的 現在都嚴厲的處理 要被通報 要被送到教育部去處置 這是在台灣的情況 未來各位保護 那個一胎化成果的心態 也有可能往這個方向上去 有XX之餘的 全部都給管理起來 為了保護護女孩少動物 因為現在的話 在台灣是已經在擴張到動物的部分 為了保護這些所謂的弱勢 沒有自主權的這些人 免於真實的或者想像的暴力情態 像有隻魚就是想像的 我們要處置那些 還沒有傷害人 他者做的異類 尤其在台灣 例如我們有那個天體的團體 赤裸相帶的 天體的團體聚會的時候 大家就很緊張 要去建築 大家不用把這個穿上 因為這樣就帶怪小孩 小孩的教育變成了檢驗所有行為的 所有的標準 積極的 因為要去保護這些弱勢 免於各種真實或想像的暴力情態 所以我們要積極的去致力支持 甚至要求政府 以國家的暴力 國家的暴力是什麼 法律啊 檢警啊 掃蕩 起訴 懲罰 監禁 去處置那些 根本就還沒有傷害人 任何進入公共視野的事件 很容易的就會引發了 其實的大量的關注 一件沒聽過的事情發生 大家都通通關注 然後大家都有同樣的解讀 而且眾口的譴責 一個很簡單的巨碼 一個很簡單的巨碼 當道 任何一件事情一出來 一個男的跟一個女的 男的是以歸 那一定是什麼什麼 小三巨碼 一定有各自各樣的行為 簡單的巨目當道 這種政治正確的道德 簡單的這些巨碼 不覺得還有必要去認識個別事件 有怎樣的個別詳情 或者自己的狀況 而是很簡單的就是說 這就是什麼什麼事 很簡單的歸類定位 即刻的判決 我們對於個別事情 和個別狀態 再也沒有興趣和內心去了解 我們聽見一個新聞 我們立刻做一個道德的判決 依照著最傳統的巨碼 性別運動 曾經始至要對抗刻板印象 但是現在卻容許 最常見的刻板印象 成為判斷事物的唯一基礎 性別權利 性別權利不等 男女權利不等 在所有的事情上都不等 這種性別權利不等的邏輯 被充分的移入了所有的領域 在和性相關的各種現象上面 提供最簡潔的解讀 反而對大眾不太熟悉的性 對於個別的內涵 個別的關係形成迫害 因為只有簡單的解讀 屬於個人自由領域的性 在這個年代 雖然是被強力的套入 仍然被強力的套入性別邏輯 常常在這個事情 他個人在私下做 可是被人家挖掘出來 送到這個法律的器材裡面去 承嘆公論 平等被表面化 被僵化 成為情感貫注的最高價值 兩個人在一起 有固定的巨碼 年紀大的女人 跟一個非常年輕的很帥的帥哥在一起 這消息一出來 大家心裡去想 你們會怎麼樣的解讀 年紀很大的男人 跟一個很年輕很小的女孩相處 你們會怎麼說 一個有社會地位的人 跟一個沒有社會地位的人 這中間又在發生什麼事 沒有人有興趣去了解特別的狀況 實際的情況 對你們來講 有非常簡單的巨碼在進行當中 非常簡單的故事 那我之所以提出這個部分來 是要提出來 公民情感在這樣的 謊話事件上的狂標 是很有意思 值得大家深思的 因為這種簡單巨碼的問題 不在於說 事情的對錯真相是什麼 就我對於情感的興趣 特別是公民情感 就是判斷判決的興趣 我想問的是 為什麼人們聽到某一些劇情架構 就立刻會暴怒驚訝 不管青紅造感 特別例如像小三的事情 或者跨代令的事情 或者任何超越我們從日常常規的事情 為什麼聽到這一些劇情架構 還不是確實事實 就已經有暴怒 事實是怎樣 我沒有興趣 就是哪來的更大情感 為什麼某一些主軸的情感 像反性騷擾 反性驚慨 以及現在香港台灣 以及中國的某些部分 都有這個逢中逢反的傾向 只要一聽到是跟中國大陸有關的話 我就反對 台灣這種我們知道很多 香港目前也很多 中國大陸一定有不少 就是有一種情感 就是我管你做的是什麼 因為我反對你 所以我永遠反對你 你說A我也反對你 你說B我也反對你 你說C我也反對你 所以我非常強大的這種反對 為什麼某一些這種主軸的情感 談到性侵害性騷擾這種事情 談著劈腿 談到出軌這種事情的時候 就充斥著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爆炸性情感 這種公民情感 砰一下在媒體的網路上面爆出來 為什麼 為什麼一有人提出不一樣的觀點 說這件事情有可能是什麼時候 你質疑那個很快的判決的話 就有人要氣急敗快立刻抓狂 你怎麼會講這樣的話 你怎麼會這樣 然後就開始一連串的抓狂的狀態 那這些強感的強大的情感投注 是哪裡 我們一定要問強大的情感 出自於哪裡 累積自於什麼東西 這些性質到底是什麼 它在產生什麼樣的效應 它在怎麼樣改變一個社會 對於事情的判斷和價值觀 對於主體的評論 那我希望我今天講的上述這些話語 提供了一些些解釋 開啟大家對這個議題的興趣和思考 最後一章 新公民情感的取向它有一些特質 它表面很溫和很尊重很理性很關懷 對於平等高度的關注 擁抱各種進步價值和理念 不管你是環保動保耳保 或者靜煙靜色靜慮 這些人通通都擁抱 非常中正和平 溫良公儉這樣的價值全部擁抱 但是對於公共化的性 彰顯出來的性的世界 就會表達極大的狂怒 義憤抓狂 而且這一些新的公民 它是不另於使用當代的統計數字 或者各種原型解讀 或者各種監視器 在臺灣案例我們所有的汽車機 都裝上了 行車記錄器 現在是處處警察 行車記錄器成為新的警察辦案的工具 所有的行車記錄器都會拍下 或是看到路邊的 你根本在旁邊也沒幹嘛 你在那邊洗個屁屁啊 什麼之類 通通都拍的下來 隨時隨時都可以被徵召起來 變成 但這事實的工具 1984一直到了2013才實現 1984知道 老大哥處處都有 而正現在老大哥不是國家的 是公民 我們自己設計起各式各樣監控它們的網絡 現代的公民不利於使用這些各式各樣的統計數字 原型解讀監視器 這些很適實為本的工具 去積極的發掘各種不文明不平等的事物 嚴厲的冷酷的仇視進捷的成果 這樣極端的公民情感取消 當然在不同的社會裡 有著不同的形成 不同的持續 不同的積累 圍繞著不同的事情在發作 對於性邪性別的這些議題 在各位在地的情況裡面 有什麼樣的衝擊 跟國家社會全球的解控性變化 有怎麼樣的互通和呼應 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大家 持續的研究觀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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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